大家好,我是去聊西游 这是几张三吊芭蕉扇的珍贵图片 你可能觉得奇怪 苏悟空猪八戒大战牛魔王不是这个样子吗? 怎么会是一头真牛? 今天让我来为大家揭秘一下 三吊芭蕉扇的取景地 主要来自于新疆的吐鲁番和高昌古城 剧组在拍完火焰山的戏份以后 来到了广西桂林的七星岩和陆迪眼 在这里完成了芭蕉洞和魔云洞的拍摄 最后要拍苏悟空猪八戒大战牛魔王的戏份了 杨洁导演打算让牛魔王化身成牛 再找一头真牛来拍摄 好不容易找来一头牛 但是这牛的体型不但偏瘦 还不太听话 让剧组为这场戏吃尽了苦头 原先剧本里是牛魔王施展魔法 变成了一头火牛 在实拍的时候可难住了剧组 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把牛给点着了 这就是当时的画面 我们能看到 牛被点着以后变得狂躁不安 发疯式的东碰西状 其实这也正常 谁被点着谁不狂躁呢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杨导发现用真牛太费劲 根本无法进行正常拍摄 当时正值1987年的10月份 剧组要回京准备齐天乐晚会 于是杨导果断放弃了拍摄 就先把这场戏暂时搁浅了 直到齐天乐晚会准备的差不多了 杨洁导演准备重新拍摄这场戏 但是他不打算用真牛上阵了 于是让道具组做了一头这样的假牛 一个人在里面控制 在北京军艺礼堂布置了场景 进行了拍摄 道具为了让假牛看起来更具有魔幻色彩 还给道具牛的眼睛装上了灯泡 所以我们在看这段戏的时候 明显能看到牛魔王的眼睛 是一闪一闪的 马度很景假的 以为我们来跟迅速按 brilliant 好 倍忍 от